Hello 大家好 我是行者木人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本频道主要分享行者木人的环球旅行以及旅居生活 我现在是在非洲肯尼亚 今天是我们三个人一行骑行非洲肯尼亚的第六天 如果您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 记得点个订阅 点个赞 然后分享给您的朋友 一天骑行的时候没有包头巾 结果一天下来我这个额头还有鼻头这边 到今天发现已经都是爆皮了 然后还有手部 手部上面已经晒得起了水泡了 另外因为这边的气候干燥 然后我就出现了两次吧 早上起来就是流鼻血流的很严重 我只有不停的就是补充大量的补充水 然后让这个症状减小一些 我们现在在一个叫沃里的小镇 这个是我们昨天晚上入住的一个路边的旅馆 这个是我在肯尼亚买的一千元人民币左右的自行车 这个是我的队友 像我们住的这样的房间一晚上是折合人民币大概四十元左右 进来 这边是洗浴的 拉个帘子就可以 这边有卫生间 这个一张大床 然后很有意思的是 看它这个蚊币两边放下来拉到底 还有大概十公分的位置 蚊子是可以进去的 所以一晚上蚊子都是在咬我 这个蚊币起不了作用 今天我们继续出发去往蒙巴萨 蒙巴萨算是我们在肯尼亚的第二个大的目的地 那这里距离蒙巴萨大概在一百六十公里左右 所以一天也到不了 我们会计划翻两天 今天晚上还会不经一个小镇 在那个小镇上住宿一晚 然后明天就可以到达蒙巴萨 在路边遇到几个非洲孩子 看他们的自行车 牛巴 全木头打造 智能 他们还在列个姿势 这里是我们今天途经的一个村庄 路边摆放着他们烧制的木炭 在卖给过往的有需要的人 肯尼亚没有大型工业 以农业和清工业 以及一些服务业和木业 以及矿业为主 很多人没有像样的工作 现代教育接收率也不高 主要是很多家庭交不起学费 因为多数人的温饱 都是问题 虽然土地资源广阔 但因为天气干旱少雨 再加上很多区域属于动物保护区 没办法种植庄稼 所以肯尼亚国民的大部分粮食 主要依靠进口 由于食物不能自给自足 而且很多家庭孩子比较多 孩子营养不良 有时如果社会的一个环节出了问题 其他环节也会受到影响 甚至出现逆向发展的趋势 近些年 肯尼亚政府虽然鼓励外商投资 积极与世界各国合作 虽然部分基础设施得到了一些改善 但仍然没有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 治安安全 社会贪腐 政治稳定等诸多问题 都让很多投资者 没有太多的勇气去放开手脚 那近些年甚至是前些年 我们听到的最多的就是世界各地在援助非洲 但是到了非洲一看 这个世界各地的援助都去哪里了 肯尼亚的这个贫富差距特别的大 从我们的行进过程中 大家也可以看得出来 政府还是蛮腐败的 我觉得这才是贫穷的最大原因 所以说一个好的政府在社会发展 在经济发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让我们一起祝福这些小男孩 未来有一天 他们骑上真正的自行车 以及他们所有想要的交通工具 去到亚洲 去到欧洲 去到世界 任何他想去的地方 开始下雨了 小雨 哇 终于可以凉爽了 我们现在停留在路边的 的一个小卖部 阿露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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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只是工作在这里 还是你的家人吗 对 家人 家人 在家人 吃个油炸鸭豆 油炸鸭豆 油炸鸭豆是费购的主食 我一盎 Part 要做一碗 一碗 五碗 公司 五碗 六碗 十一碗 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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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